哈囉大家好 我是復健專科康俊恩醫師 很高興又可以跟大家聊聊有關運動醫學的各種事情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要講 實質人在損傷以後不管你是接受復健 或者是接受手術修復 你應該要在怎麼樣的情況回到運動場上是比較安全的呢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還是先請大家訂閱 按讚還有分享我們的粉絲頁以及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囉 那在我臨床上碰到實質人在損傷過後的一些病患 或者一些運動愛好者 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是醫師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運動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做我喜歡的運動 那這是一個大再問 會影響到大家回到運動場上的話 有三個主要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時間 第一個時間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實質人在術後復健我們的共識是抓六個月 根據研究 如果你在五個月到六個月之前就投入了你原本的運動 尤其是高強度的運動 需要很多左右橫移很多切線運動的話 你的受傷就是說你的韌帶再撕裂的機率大大的提高 如果你可以在六個月之後再投入運動 六到九個月 每晚一個月你就可以降低一半的受傷的機率 所以六個月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大家必須要記得 那大家都要注意喔 時間也不是能夠撫平一切的傷痛 很多人呢就很喜歡問我說 醫生啊如果我就這樣一直休息 是不是他自己慢慢就會好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講到 時間在前六個月的時候特別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時候是我們的移植物 也就是我們的修補 它在跟我們的骨頭跟我們的身體 重新產生一個癒合跟連結的時候重要時期 所以在前六個月的時候 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移植物它需要成熟 需要重新癒合 所以它這麼的重要 但是到九個月之後呢 這個移植物基本上它已經比較成熟了 這時候會決定性影響 我們能不能回到場上 就不是時間單純的問題了 尤其是你要做高強度的運動的時候 那剛剛講完時間 第二點很重要的是我們的神經肌肉控制 什麼叫神經肌肉控制呢 我們的肌肉會收縮會放鬆 其實是依賴我們的神經的控制 那我們有這麼多的機群大家要一起工作 尤其是你要做高強度高難度的動作的時候呢 大家協調必須非常的好 在受傷以後我們這樣的神經肌肉控制 會因為初期的穿支架 初期的因為一些行動的不便 所以我們的神經肌肉控制會轉換 還有一些疼痛的問題 會造成神經肌肉控制的轉換 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神經肌肉控制 重新建立起來一個好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沒有投入時間 去做神經肌肉控制的模式的調整 還有再訓練的話 你再受傷的機率就非常的高 尤其我們在初期的時候 我們會做很多步態的訓練 我們會做很多單腳著地 雙腳著地 動態上面 生物力學優化的一些訓練 這是第二點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你有神經肌肉控制還不夠啊 我們第三個要講的是 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肌力 才能夠安全的回到運動場上 那哪個部分的肌力最重要呢 相信很多朋友知道 這是我們的股四頭肌 我們的股四頭肌應該恢復到 怎麼樣的情形情況下 回到場上才是相對安全的 根據過去的實驗跟研究分析 我們的受傷的側 叫做幻側跟好側比起來 至少要能夠恢復到90%以上 也就是兩邊的差距不能超過10% 這時候才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那除了時間以外 剛剛有跟大家講到 六個月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在六個月之前 我們要讓移植物好好的成熟 所以六個月之前 如果貿然參加運動的話 受傷的原因是因為移植物還不成熟 九個月之後呢 時間對於我們回到場上的安全度的貢獻 就變低了 這時候是看你這九個月以來 有沒有好好的做復健 有沒有好好的做物理治療 以及做肌力的訓練 所以九個月到十二個月以後 我們要去著重的是 你能不能夠通過神經肌肉控制 以及肌力測試 這樣子的一個完整的一個測試 才知道你能不能夠回到場上 所以綜合第二項以及第三項 在神經肌肉控制 以及我們的肌力訓練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個六項 六項檢查 那我會一一來 在下一集的時候 跟大家一一來介紹 這六項的檢查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如果有十字能在損傷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回到場上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做 這樣子的六個簡單的測試 來看看自己能不能夠PASS 能夠順利的通過這樣的測試的時候 你回到場上的安全性 就大幅的提升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內容 那我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回到場上的三大要件 第一個是術後或者是復健的時間 六個月、九個月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是你的神經肌肉控制 你有沒有好的步態 你有沒有好的起跳、落地機制 第三個是你的肌力 有沒有回復到足夠能夠去抵抗 這些外來的衝擊 以及你的運動的需求呢 那希望今天的內容可以帶給大家幫助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請不令你幫我們點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囉 那我是復健專科康娟醫師 我們下次見